口子里印着的那些句子 都是徐迟老师翻译的句子 那其实正是我从高中 要上大学的年龄 正是一个人对未知 对青春 对所有的梦想 都有点忐忑 有点好奇的时候 我还记得在书里说 我走进森林 因为我想让自己生活得有意义 我想让自己活得深刻 汲取所有生命的精华 并且从中学习 以免在我要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会遗憾 我从来都没有活过 我一直特别感恩索罗 就是他让我在年轻的时候 学习向孤独致敬 我一直都觉得 人在三十岁以前呢 生命是用家法的 也就是说累积很多的文凭啊 朋友啊 财富啊 情感呀 一直用家法求一个数量 但是从三十岁开始 就是要懂得开始用减法 减缺很多你不想要的数量 然后去求一种质量的坚守 索罗的简单简单再简单 无非是一种纯粹 这种纯粹 我们往往是在 不惑之年 知天命之年 才会遇得到 但是索罗不到三十岁 在马尔登湖边 他耐得住那个寂寞 他遇到了生活里的真谛 我们在从高中到大学 这个阶段里面 虽然有那么多要复习的功课 要面临高考的压力 我还记得我们那一年高考的 录取率是3.5% 但是我仍然感恩 有那样一些超功力的阅读 就是我们照样可以读武侠小说 照样可以读百年孤独 读米兰昆德拉的 《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读瓦尔登湖 我们那个时候读各式各样的 诗词歌赋 也读很多的人物传记 都是些娴熟 在这个读书记里面 有很多人其实都会问我 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呢 我想这个故事 也许是我们读书最好的理由 他不一定还要去找工作 还要去平直撑 只不过求一个灵魂安宁 而对生者而言 我们这些做同学的 包括他的亲人们 人不能陪过去 但是有书香穿越生死界 灵魂我们都可以安顿了 所以年轻的时候 读一些无用的书 做一个有趣的人 杂书其实是让人 拓展生命视野的一条途径 我一直很感恩 在我遇到孔孟老庄的同时 我也遇到了 索罗的瓦尔登湖 这样一片深邃的湖水 它跟了我这么长久的时光 我对那些句子记忆有心 我一直清楚地看得见 我的房间里也有这样三把椅子 所以他会告诉我 一个人生命在孤单的时候 也许是你最清醒和最丰满的时刻 青春是一种唤醒 当我们的生命迎来这个世界的破晓 用索罗的话来讲 破晓的岂止是黎明 太阳也不过是一颗星星 所有的日月星辰 都跟我们青春同在 所以由阅读唤醒的青春 它是一种状态 可以相伴终生 青年节快乐 再次把掌声送给余丹老师 余丹老师 谢谢 青年节快乐 余丹 青年节快乐 你想继续把它寄给谁和谁分享 这个谁是个抽象的概念 我们重点想听理由 好 我是个大学老师 如果让我说一个群体 那我就想寄给我的学生们 我其实真的希望 我的学生们遇见这片湖水 你知道在孤单的时候 你还能够养心 你知道有一片丛林 你愿意往里走 是为了在你最终告别世界的时候 确认自己真的活过 我们的生命就除了奋斗 还有一片养心的湖水 下一个心灵的旅游目的地 是瓦尔登湖 谢谢 谢谢余丹老师 谢谢大家 青年节快乐 并请您亲手扣入我们的邮箱